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宇環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參加IOH的活動 來分享我在台大機械系四年的經驗 首先這是我今天的目錄 我會先自我介紹 然後再來介紹台大跟機械系 然後介紹一下我現在做的研究計畫 然後在台大機械系我印象深刻的課程 還有這四年來的學習心得 好那首先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叫林宇環 從高雄中學畢業之後就有到台大機械系就讀 那目前是在台大機械系的高階醫療器材實驗室 當大學部的專輯生 然後去年的暑假有到十二六合汽車的車身廠 擔任暑期實習生 然後在2011年的暑假 我有到那個上海龐濟大學的大學生方程式賽車隊 進行交流計畫 好那首先我就先來介紹一下 台灣大學特別的地方 那我覺得呢 台灣大學最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是一個可以全方位學習的地方 除了傳播學院以外 基本上所有科系的學術界的龍頭都在台大 那所以說你學習的通識課很有可能都是這個領域最頂尖的人在上 所以說你想要學什麼方面的東西基本上都可以學到 這是由最頂尖的人來教你的 那我覺得這是台大最有優勢的地方 好再來 因為我是從高雄來到台北 那麼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來到台北之後 台北這個城市給我的感覺 首先就是物價 所謂便便宜的便利商店跟素食店的意思 不是說台北的便利商店跟麥當勞比高雄便宜 而是說來到台北之後 因為台北的物價比較高 所以便利商店和素食店就變成了比較便宜的東西 那就很有可能去吃這些東西 然後再來就是交通的部分 台北的大眾運輸系統非常方便 像公車跟捷運 那幾乎所有地方都到得了 而且也都不需要等太久 但是呢 因為公車很多 然後計程車也很多 所以身為一個機車騎士 可能就會覺得很麻煩 就是常常要跟公車還有計程車搶道路 然後在那個上下班時間的時候 車子又塞得很嚴重 然後紅燈常常都等很久 等了一兩分鐘 就是還蠻誇張的 然後再來就是台北的學習 就是資源 因為台北人很多 所以 然後又是首都 所以基本上 一些講座啊 工作坊 幾乎都是開在台北 那 就算是開台北地方的話 通常台北會有場次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優勢 然後再來是人才部分 在高雄人家如果聽到你是台大 可能就會覺得很了不起這樣 但是在台北如果你跟別人說 就是別人聽到也是台大 可能說那個誰誰誰也是台大 我家裡有誰也是台大 所以就變成說 如果在台北的話 你就不會覺得說台大生有什麼了不起 這樣子 好 再來是天氣 這是最惱人的地方 台北基本上一年四季都會下雨 尤其是冬天 幾乎每天都在下雨 然後如果不喜歡下雨 天氣的人可能就會覺得很煩 好 再來介紹一下機械系在學什麼呢 基本上機械系學的東西就是 從設計到分析 然後製造出一個產品來 首先我們在設計的部分 會有一些課程 會教你一些繪圖的基本概念 比如說基準面、公差、上式圖、測試圖、正式圖等等的 然後我們會教一些繪圖軟體的使用 你可以看到現在後面這張背景圖片就是 我修了一門課 然後我們小組的作業 我們用Catia這個繪圖軟體 畫了一台Bugatti的Veron 然後再來就是尺寸進度的概念 在機械系我學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 就是公差的概念 基本上你今天去買菜市場買一斤豬肉 那沒有所謂的真的一斤豬肉 只有一斤加減多少 比方說一斤加減0.1或0.01 那當你要製造一個產品的時候 你也不可能製造出就是exact就是那個尺寸 你必須要有一個公差在 比方說正負一公分加減0.1公分 那那個精度呢基本上就是成本所在 所以你也不能說要求精度一定要很小很小 你必須要看你要的產品需要多大的精度 然後跟這個成本來做衡量 那接下來這就是一些相關的課程 然後再來當一個產品 你有一個想法 然後你把它設計出來之後 你再來就要分析這個產品 所以說我們這些很多的大部分的課 幾乎都在教你怎麼樣去分析這個產品 最最基本就是傳統的分析計算能力 就是你看到一個應用體 比如說這個桌子現在受力的狀況 或者是這個冷氣可以提供多少的功率 然後諸如此類的問題 那因為這些問題基本上我們要用手算的話 都要進行很多的假設 然後忽略很多的情形 但是所以說計算出來可能會有誤差 但是雖然有這個缺點 但是也培養了我們工程師的直覺 比方說大家可能都穿過那個哈瓦式的假腳拖鞋 那也有很多人經驗就是前面那一根會斷掉 那就是因為它的那個 它前面那一根下面就是接了一個圓盤 那一個圓盤跟一個圓柱 中間就是一個很劇烈的那個截面積的變化 所以說就會產生硬力集中 那這個硬力集中就會造成它容易斷裂 斷裂在那個地方 然後諸如此類的就是我們從機械系的課程中 學到一些工程師的直覺 那我知道後面會再分享一些機械系帶來的小智慧 那最後就是一些分析軟體的實用 因為基本上一個產品你要知道它能不能用 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它做出來 然後去做實驗看它能不能承受你想要給它的力 或是能夠找到你要的要求 但是因為這樣的成本很高 然後要花很多時間 所以會有一些分析軟體 那像這個背景圖片就是一個分析軟體 它就是透過分析軟體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大概知道 這個東西能不能達到我們要的要求 然後也不用手算 因為手算的話 有些東西不一定能夠求出那個 就是數值減 可能是不能求出解析減 可能是一些數值減 所以要透過分析軟體去幫我們求 這樣會比較快 然後 我們高中的課程幾乎都是來學分析這一塊 然後透過分析再回去重新設計這樣子 接下來呢就是把它製造出來 在技術系我們有一門叫做工廠實習的課 那就是我們會在這門課裡面學到一些基本的加工 像是車洗、車工、洗工、前工、漢工等等 那了解這些加工之後呢 我們就知道物品大致上有哪個方法可以做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機械製造的課 那機械製造會告訴我們許多製程 它各種優劣 然後像底部這個背景就是兩個消失模組造法 那左邊這個白色的就是一個模子 它不是真的鋼鐵 那真的金屬 那右邊這個就是一個 它把左邊這個模取代掉之後產生金屬的產品 那所以說機械系學習到的就是從設計 然後分析然後把它製造出來 再來就是我現在在那個大學專題的研究題目 我現在在台大機械系的蕭浩銘教授的那個高階醫療器材實驗室 當大學部的專題生 那我們實驗室我在實驗室主要學到的東西就是 在做血管支架的設計分析 然後還有一些製造的部分 好首先就是設計 我們實驗室主要是使用Soliworks的軟體在繪製支架 那首先這個支架繪製過程就是先在2D的草圖 然後畫出一個支架的一個ring 然後把它疊起來 然後再把它包覆成圓柱變成3D的支架 然後呢這樣的設計 我們還要再加入一個參數化的效果 就是說當我們加入這個參數化的設計之後 然後我們只要改變某一個 假如說改變那個圓的半徑 那整個支架就會自動變成我們要的樣子 那就是一個很方便的設計 然後再來我們實驗室在設計完支架之後 我們會進行分析 那使用的就是Avacus 那或是Ansys跟Fluent等軟體然後進行分析 那這個分析的過程主要分成固粒的分析還有流力的分析 在固粒分析的部分 我們會模擬一個支架的製造的過程 然後把它放進血管的過程 還有放在血管裡面的疲勞測試 然後在流力的部分呢 那我們就會模擬在那個血管中血液在有沒有放支架之間流場的差別 然後再放了支架之後 血液對血管管壁的減益力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再來就是我們實驗室最近買了一台雷射切割機 那可以直接切割出一個我們設計出來的支架 那如果有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到這個網站上面 我們實驗室之前有跟雅培合作 那製造一個製作一個跟血管支架有關的影片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接下來談談我在台大機械系最印象深刻的課程 首先就是我想 由於我忘不掉的大概就是機械設計原理正門課 正門課除了上課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奇目 奇目的專題就是要做一個行動發射器 那基本上每年的題目不一樣 但是以前是仿生爬行機 然後到我們這年變成行動發射器 就是我們要做一台車 然後它具有發射的功能 那我們就需要 學校的部分只給了我們遙控的設備 然後四顆馬達 那其他部分都我們自己想辦法 所以說 在這過程中我們要學會 我們要先設計出 我們要怎麼讓它走 然後怎麼發射 然後再來我們要去自己買材料 然後自己加工 加工完之後再調整 那基本上 實際做的時候跟想像的時候都會有很大的差距 然後就是一直在解決問題的一個過程 那這一台就是我們當初的成品 就是可以看出它有四個輪子 那我們這台有點就是犯規 因為我們是直接買那個遙控車 然後把它的齒輪箱拿用 然後所以最後在那個杜鵑花姐比賽的時候 被取消資格 不過我們在發射器的部分 就完全是靠自己的設計 然後把它做出來 然後看到中間的部分 就是現在沒有乒乓球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可以射乒乓球 然後還蠻準的這樣 然後再來我要談談 機械系對生活的影響 然後還有一些我在那個 在福特的經驗 還有在上海跟他們交流的經驗 首先就是機械對生活 在生活之中其實隨處都充滿 充滿著一些可以應用的工程師的直覺 那我可以承擔為生活的小智慧 在這邊就舉三個例子 首先很多人可能會在房間裡面 就是把房間關著然後開著電風扇 然後但是沒有吹自己 想說這樣比較通常 但其實這樣是一個蠻錯誤的想法 因為在熱力學上我們學到 你把當電風扇插上電之後 那電能傳給電風扇 然後在房間這個系統裡面 電風扇等於是一起來製造能量 所以說你只會越來越熱 如果除非是你吹著自己的話 那可能會幫助你的體表散熱 但是在整個房間的系統來說 它的能量是越來越高的 所以整個房間的溫度會 假如它沒有跟 假如它這個封閉系統的話 就會溫度就會越來越高 所以說各位在離開房間的時候 可能就是把電風扇關起來 這樣子才會 才不會讓溫度一直上升 那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也是有一些人會 所以會就是沒有關電風扇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在我們在流體力學的課的時候 也做了一個小專題就是 來探討你在雨中是否應該要跑步 到底用走的會比較快 還是用跑的 用走的會比較 淋到比較少魚 還是用跑的淋到比較少魚 那我們在分析的結果之後 就是在那個順風的話 就是跑的跟風的速度一樣 那是最好的 如果是在逆風或是沒有風的情形 你就是跑越快越好 再來就是 有些對鐘錶有信息的人可能知道說 就是一個觀念就是說什麼 你鐘錶只能往一個方向調 那就是這樣才會準 不然它可能會比較不準 就是調不準這樣 那其實就是我們在機動學裡面有學到一個 在齒輪的地方有一個背系的概念 那就是說 因為齒輪跟齒輪不可能是完全的密合 所以說它中間一定會有空隙 那假設它原本是往這個方向帶動的 那你往這個方向調之後 它接下來就會有一個地方是空隙 所以它就會造成不準確的現象 所以說 就算你反方向調完之後 你只要再往回轉一點點 往它順時針的方向轉一點點 讓它咬合之後 其實就沒有問題了 好再來 我在上海的方程式賽車車隊交流的時候 從大陸學生身上學習到一些東西 那因為他們車隊呢 基本上也是一個團隊合作 然後我覺得在他們身上 學到最重要的是就是 服從這個觀念 因為我覺得在台灣學生身上 可以看到的是大家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很有意見 然後對於別人交代的事情 他可能會覺得這樣做不好 然後想要用別的方法做 但是他其實不一定有考慮到 上面的人所交代的他的考量 那所以說他用自己的方法做之後 就會發生一些 可能就會發生一些悲劇 一些意外 那其實反而是造成反效果 那我在當學生身上看到的是 他們雖然感覺他們比較沒有那麼強烈 不是說每個人都有那麼強烈的意見 一直想要帶頭這樣子 但是他們對於被交代的事情 他們都可以按照上面的指示 那按部就把它做好 然後反光台灣學生卻常常就是自作聰明 那我覺得這是我們應該要常常學習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在福特汽車實習 那我在福特汽車的時候 是在車身廠擔任那個實習生 那我做的工作其實是跟那個 用那個Excel的聚集 然後幫助他們解決一些 那個量測之後 要掉不掉的問題 然後 但是其他的工程師其實大部分做的事情就是 機械系學到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解決問題 基本上 因為車身廠算是一個產線上的很前面的部分 那個車身做完之後還要去烤漆 然後 然後要跟其他部分組裝 然後 最後可能車子跑出來之後發現一些問題 然後就一直往前追追追追追 然後追到可能之後就覺得是車身廠的問題 那車身廠工程師 就是負責這個車型的工程師就要去調查 這個產線上 在做這個部分的時候 有哪些地方有可能造成這個部分的問題 然後再去排除它 那這只是在車身廠的工程師的工作的一部分 但是我也不是很確定的說 其他的工程師到底在做什麼 那只是我看到的部分 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今天大概就分享到這裡 那大家有問題的話歡迎再來發問 謝謝大家